路涛悄悄地来到了夏琳炒羹的俱乐部 看着夏琳在台上走来走去 路涛觉得自己快爆炸了 她的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 夏琳的心软了 好了好了 路涛 你知道我爱你的 你在外面等我 我还有一趟走秀 就十分钟 一会儿就出来 我出来就请你吃宵夜 说完夏琳对路涛笑了一下 匆匆走了 这时候另一个逝者走过来问 先生请问您的座位在哪 路涛失神地从兜里掏出了别别的钱包 数了数钱 犹豫了一下 慢慢摇摇头 走出了俱乐部 她突然感到自己又弱小又无力 俱乐部门外停着很多 豪华轿车 金属机闪着冷光 保安 吸附鼻挺地站着 路涛懂得 这里并不欢迎她 一点也不欢迎 这里是另一些人取乐的地方 而夏琳 她最爱的人 就在这里 挣钱 奋斗 这让她感到现实那硬邦邦的力量 什么都不必说了 路涛在外面走着 看了看表 抽着一支烟 路涛再来回地走着 沉浸在自己的感受里 路涛一回头 只见夏琳笑嘻嘻地走了出来 路涛跑过去 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透过衣服 路涛感觉到夏琳身上有一种肉体的真实与活力 好了 现在她的紧张缓解了 因为她和夏琳在一起 你看 我出来了吧 你说十分钟 可是我在这儿 已经十七分钟了 好了 别生气了 对不起 我跟你说夏琳 这是我一生中度过的 最坏的十七分钟 路涛 你心里别那么晕暗 有的人就是有钱 就喜欢找姑娘聊聊天 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刚才你见过那服务生 还说你长得帅呢 叫我赶紧出来 免得咱俩打架 路涛拉住了夏琳 好像她是一件失而复得的礼物 真的 我跟你说这十七分钟让我觉得特别长 没有这十七分钟 我还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呢 路涛你想过没有 也许啊 你就像别人一样 对我的感情 仅仅是占有欲罢了 夏琳 我愿意为你而死 这次占有欲吗 路涛被夏琳这句话激怒了 夏琳看着路涛年轻的脸 忽然觉得他单纯而幼稚 他完全是个学生 夏琳很想嘲笑他几句话 但与此同时 一种深深的感动 却从心底里升起来 夏琳感到自己享受到了一种路涛散发出来的天真的情感 夏琳摇了摇路涛说 别说傻话了 咱们去吃宵夜吧 他们都说这里啊就我个儿最小 可是就我最漂亮 你要是不要我 我就到这儿来 路涛一把抓住夏琳 你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 我永远 我永远不会不要你 你记住了吗 告诉我你记住了吗 嗯嗯 知道了 那你再答应我 找到正经工作以后 你永远永远不到这儿来 望着路涛认真而急切的脸 夏琳再次点了点头 他有点飘飘然 他愿意答应路涛 他为察觉出自己身上的力量而骄傲 路涛离不开他 这种肯定叫夏琳满足而兴奋 我现在算是知道嫉妒的感觉了 我都快疯了 夏琳稳住了路涛 夏琳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晚上我特别恨你有钱人 你那也不是仇富心里吗 你这儿状态太差了 都怪我 我都说了 别到这儿来 你不听 还一个人偷偷的来 早知道挣这么多钱 我叫你喝杯咖啡再走 不就是一百八十八吗 夏琳你听我说 关键是你就不该来 而不是不该叫我来 好吧好吧好吧 我错了 错了好不好 我们一起去吃宵夜吧 我特爱吃鲜虾馄饨 自己的优越一次次被证实 夏琳感到非常满意 他现在觉得 自己以后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路涛 我不饿 走嘛 不去嘛 我真不饿 夏琳拉住了路涛 直直地看着他 求你 路涛拉过夏琳 吻了一下 夏琳 为了你 我怎么样都可以 你真好 夏琳短促地回答之后 吻了一下路涛 两个人拉着手走了 夜市就在不远的地方 现在路涛开始对徐志森有想法了 他很想见到他 几乎是有点迫不及待 他幻想徐志森愿意帮助他 终于 徐志森约他见面了 陆涛走向徐志森的套房 走廊里的地毯又厚又软 踩着走的时候 悄无声息 这个五星饭店 在他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层别的含义 陆涛曾经把他当作一种建筑的饰样 不 那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五星饭店 这是一种权力 一种自由 不管人们对他是多么的抵触 但终将因自己的欲望而走向那里 路涛在门前站住 深吸了一口气 抬手敲门 里面传出一声请进 门开了 路涛见到徐志森一身吸服 站在门前 让他去坐下 两个人好像都不知道要说点什么 有点尴尬 徐志森说 我去倒水 不用 我不渴 徐志森四下里忘了忘 没找到水 他打开了小冰箱 从里面拿出一瓶可乐 打开来放在了路涛的面前 路涛说声谢谢 然后拿起来喝了一口 徐志森打量着路涛 他觉得有点惊喜 把他们两个人联系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徐志森让头脑中的思绪停住 赶快说 路涛 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身体怎么样 路涛点点头 很好 很好 我们来看看 徐志森搬开了两把椅子 在地上腾出一个足够的空地 然后做出一个俯卧撑的姿势 抬起头望向了路涛 路涛犹豫了一下 这种交流很新鲜 但至少可以试一试 他站起来 扶在徐志森的身边 也摆出了俯卧撑的架势 徐志森开始坐 一边坐 一边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坚持住 不要停 坚持住 不要停 两个人一起坐下去 徐志森越坐越快 路涛看着徐志森 他有点跟不上了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路涛坐不动了 我不行了 这时候徐志森有力的声音 就传来 不要停 跪着坐 接着坐下去 路涛用膝盖着地 接着坐 徐志森一直坐到一百 才停下来 两个人仰面朝天的 躺在地板上 徐志森的眼睛望着天花板 说 知道吗 路涛 在华尔街那些挣大钱的人啊 打结率都是体育明星 我开始以为 生意是靠计算盈利的 在那待了三年 我才知道是靠凶狠 你得让自己有这种气势 这是我的 这也是我的 你们滚开 读吗 路涛点点头 徐志森站了起来 居高临下地 打量着路涛 那眼光激起了路涛反抗的冲动 他不喜欢被人战胜 他一点也不服气 路涛也站了起来 这是测试吗 徐志森只是接着说 很好的身体 现在我想看看你的头脑 头脑 对 头脑 我问你 说实话 你觉得你能干什么 木头咬了咬牙 很有信心的回答 我觉得 我觉得 只要我愿意 什么都能干呢 那做生意怎么样 生意 简单 不就是一买一卖 然后得到利润吗 有什么难的 是比较简单 但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现在 我来看看你有没有一个 生意人的头脑 来 你能把这个烟灰缸 顶在头上吗 徐志森抓起了一个烟灰缸 递给陆涛 陆涛试的是可以 然后 他就头顶一个烟灰缸 站在徐志森面前 陆涛觉得自己很冷静 好 现在把你的双手伸开 去到肩部 放屏 陆涛照徐志森所说的去做了 他并没有觉出有什么难度 现在 我要提高要求了 站到电视机上 陆涛 看了看徐志森 徐志森不动声色 你要是觉得太难了 可以放弃 陆涛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电视机 他想了一下 需要拉过一把椅子 以便让他可以先走到电视机的柜上 然后再跨上电视机 陆涛认为自己可以应付这个挑战 于是他开始行动 他艰难的走上了电视机 站在上面 双手平衡着 严慧刚仍然在他的头顶上 陆涛笑了 哎 我成功了 你看你看 我成功了 不 你没有成功 下来吧 徐志森飞快地说 陆涛也飞快地从电视机上跳了下来 很奇怪地问道 为什么呀 记住 陆涛 一个生意人 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他会听取别人的意见 但是他绝不会听取那些 荒唐的意见 好了 请坐 刚才呢 是我跟你开了一个美国式的玩笑 陆涛生气地把手里的烟灰缸扔到了茶几上 好了 别生气了 现在我想知道一个真正的问题 陆涛啊 你想用你的青春做什么 陆涛生突然变得有点严肃 我呀 我是学建筑和经济的 上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在北京啊 建一个像格林威治村一样的艺术家村 让在北京搞艺术的人 有一个自己的据点 在中国只有北京养得起艺术家 嗯 很好的理想 你跟我说说 那个艺术村是什么样的 陆涛的脸 微微的发红 这是一个他从来对别人都没有说起过的梦想 现在他突然对徐志森讲了起来 就是中心广场上 来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迷宫 玻璃结构的 没有用 让人迷惑 当然也可能会有商业价值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容易识别的标志性建筑 怎么说呢 这个迷宫象征着我们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象征着我们的生活 四周是一些坚固实用的住宅 很便宜 租金很便宜 而且还有可以供小型演出用的小剧场 还有一些可以开画展的酒吧饭馆 还有一些艺术学校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大容读 各种人各种想法都可以在这里汇聚在传播出去 声音文字图画 我觉得艺术就是一种对于未来或者完美的想象力 我觉得中国需要这些 真的我相信 总有一天人们会需要这些东西的 陆涛越说越兴奋 他手舞足蹈滔滔不绝 徐志森专注的听着 有的时候点点头 有的时候会插上一句 为陆涛的梦想补充一些细节 他们把小冰箱里的饮料都喝完了 烟灰缸里也落满了烟头 看到了徐志森脸上出现了倦意 陆涛想让他再次的兴奋起来 他决定让梦想落到地面 这个建筑群会有商业价值的 真的 人们在周末坐上大巴或者自己的车来到这儿 花上一两百块可以看到各种东西 各种人 然后还可能会购买一些他们没有时间想到的东西 然后在深夜或者第二天离开 这是一个新选择 要么他们只能待在家里 饭馆或者是卡拉OK的包房里 不料徐志森却从另一个方向 把陆涛原来的地面变得更低 陆涛啊 我问你 你现在在干什么 现在在找工作啊 嗯 很好的理想 很坏的现实 对吗 陆涛从徐志森的语气里 听不出是嘲弄还是叹息 也算不上坏 我会找到工作的 陆涛啊 你知道什么叫物质主义吗 我不懂 那就是像你一样想法的人很少 人们更愿意重复的把房间变大 把汽车的牌子变得高级 把房间里填满各种实用的东西 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情感 而是本能和欲望 真的吗 你去看看报纸 你就知道了 陆涛低下了头 不出所料 徐志森的总结性发言开始了 不过 陆涛啊 你的理想 我很欣赏 很欣赏 我知道你是一个建筑方面的专业人员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试着帮我建一些商业住宅 积累点经验 也许有一天 你会有机会实现你的梦想 前提是你得有运气碰到一个时代 更多的人认为生活单调乏味 对一般性的成功不关心 对自我发现有兴趣 那个时候人们的目光才会转向艺术 你的艺术家尊 也许就是自然结果 现在不是时候 当然 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 陆涛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要是建房地产公司 我一毕业就去了 我觉得给别人打工没意思 我有点想自己创业 徐志森懂了 不管陆涛表现出多么强大的活力 他仍然是个孩子 他没有办法把现实和自我 统一到一个时空里 那么究竟该如何对陆涛讲清楚 这最重要的一点呢 送陆涛出饭店的时候 徐志森试探地说 没有第一桶金 你怎么创业 陆涛沉默了 徐志森提示着 有个办法 你想梦想成真吗 那么第一步 你要帮助别人梦想成真才行了 帮助别人 那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呀 在这一点上 着急是没有用的 陆涛点点头 饭店的前面有一个喷泉 陆涛感到细小的水珠 从空气里钻出来 落到了他的脸上 徐志森拍了拍陆涛的肩膀 你很有个性 这种个性在你能够全面地考虑到别人时才是你的优势 不然啊 也许你整个一生都将会为你的个性而吃苦头的 为什么 你相信我 陆涛 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太多有个性的人 他们最后都不得不委屈地待在我们这个不需要个性的世界 我 我不要你变成那样 徐志森的语调非常的诚恳 他伸手抱住了陆涛的肩膀 不管怎么说 陆涛 今晚你让我很激动 你让我惊喜 因为你是一个 有梦想的人 这一点很重要 我一直在想我的儿子是什么样子 现在 我知道了他的样子 你现在不必把我当父亲看待 嗯 我要说的是 即使你不是我儿子 早晚 你也会找到我 因为我知道你需要什么 跟着我 用我的经验帮助你绕过那些陷阱 你到时候就会感谢我 陆涛说 感谢你 为什么 因为我会让你的奋斗更有效率 陆涛望着徐志森 陆灯光下 徐志森的脸显得十分的自信 嗯 那我想一想你的话 徐志森请了一下嗓子 陆涛啊 明天有事吗 没什么事 我明天要去办点事 你 跟我一块去 第二天的上午 陆涛跟着徐志森 以及他的秘书吉米 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 总是远不住寂寞 掉下眼泪 你才会给安慰 放心 关键的晴天 最少都可能 被你买收回 青春励志小说 奋斗 通知我们的计划